今天第一节课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大概讲了prime learning 然后呢就是首先呢 然后呢我们就来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它首先呢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框架 这个框架呢它融合了 我们需要考虑预计量模型本身 我们需要考虑下入任务是什么样的 它特性是什么样的 我们需要考虑可能会用到很多人类的鲜艳的知识 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去定义这个template 怎么样去定义这个verbalizer 就是非常重要 然后呢它实际上它的表现效果其实特别好 它尤其是在手样本的条件下 它的表现其实特别好的 但是呢它同时可能也会带来 随着template的选择的一些比较高的一些方差 然后呢它实际上也可以去应用到各种各样的场景 不管是NOP的 还是那个其他领域的任务 然后呢它可以我们带来最大喜事是说 我们可能以后我们学习模型 训练模型的范式可能会慢慢的改变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越来越倾向于 把所有任务都统一到一个框架来做 我们可能不太倾向于说对一个任务 单单设计一个模型 然后让它去这儿讨论一下 或者说那儿加一个知识 说让它变得很适用于这个任务 我们可能慢慢的会不太倾向于这样走 所以说呢就是promp learning呢 已经慢慢的开始影响了NOP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高速发展的一个过程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阅读呃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prom paper的那个论文 然后呢也会去用那个open prompt 这个后面声明会讲 然后呢 感谢观看